好 欢迎您来到TVBS战情室 美中台科技战特别报道 我是主持人钱子 这是一场没有烟消的战争 我们看到科技战正在打 而且持续延烧 美国祭出了所谓的晶片法案 小院高墙 而我们看到中国大陆 也加码投资半导体 去美国化这件事会发生吗 至于我们台湾 台积电已经到美国去投资了 也到日本去设厂了 我们的细盾保护力 可以持续多久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 马上来介绍今天参与我们讨论的来宾 在我的右手边是台经院产经资料库总监 刘培生 欢迎 主持人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柯克兰资本董事长杨艺超 前思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超哥 另外是我们前国发会主委 林祖嘉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立法委员葛如君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前政大副教授赖玉潜老师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美中科技战 美中科技战一天到晚 你都在媒体上看到 可是实际上对你发生的影响 其实很巨大的 有可能改变我们整个地缘政治的关系 这两大国动作频频 牵动了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变化 我们看到美国不断的在限制中国大陆科技的发展 中国大陆不断想要突破 有一个例子我们来看看 华为他不断的在研发先进制成的晶片 成功了没 来看看报道 美国商务部周二宣布 撤销部分企业对中国科技大厂华为的出口许可 也就是说原本获准供应给华为手机与笔电产品的美方晶片 被迫禁止销售 尽管官方公告中没有说明涉及的厂商 但外界推估美方再次收紧对华为晶片的管控原因 恐怕就是这个 华为上个月发布旗下第一只支持AI的笔记型电脑 搭载的竟然是英特尔公司生产的最新处理器 这犹如是对2019年起把华为列入贸易黑名单 试图断供晶片的美国大打一巴掌 多名美国共和党议员因此气得跳脚 怒批拜登政府向华为输出美国技术 并且施压华府采取更严厉的行动 最终促成美国商务部撤回部分对华为的出口许可 在北京 商务部批评美方针对特定中国企业 一仗无理制裁打抗 中方坚决反对 过去四年多来美方对华为在技术与产品方面的大规模封杀 虽然引渡对华为营运带来重大打击 却也让北京当局加速发展自制高科技零件 华为手机产品的零件自制率 更从2019年仅三成零件国产至今大幅提高 最新的消息是美国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 又通过另外一项法案 要让政府更容易来限制AI出口 路透社的报导是说 拜登政府准备开辟新的战线 最先进的AI模型周围他要设置护栏 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更在加码 更加多的限制在中国大陆的取得各种设备 取得各种科技的一个管道 而另外我们看到美国商务部 也宣布对中国39个实体进行制裁 包括过去这个间谍气球的案件 相关方面的制造商实体商 他都来一一的制裁 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两国的一个竞争 好像没有尽头 没有极限 对我们台湾的影响到底是什么 先请教老师 对 我想这个其实对台湾影响蛮大的 因为中美这样子竞争的结果 我们看到世界的政治经济板块 其实分成两大块 我们台湾在中间 其实很多国家像台湾一样 很多时候会被迫要选边站 你如果被迫选到一边的话 你可能另外一边的市场 你可能就没有了 现在看起来美国跟欧盟 日本 韩国这一块 我们估计大概有七成多的市场 另外中国大陆如果加非洲 再加苏联那边大概有三成 所以如果我们被迫选边站的话 当然我们的市场上 就会受到蛮多的限制 所以这个对台湾来讲 其实不一定是有利 所以其实应该要仔细考虑一下 未来怎么样去 比方说两边的市场都可以掌控到 我现在比较担心就是说美国对大陆 一直做这些技术性的限制 被迫让大陆自己的研发会出来 他自己研发出来 或者甚至他自己的标准出来的话 到时候如果全世界变成两套标准的话 在各国的生产都会变得比较没有效率 因为你的市场变小 然后像台湾这种被迫选边站的结果 到时候我们的竞争力什么都会受到影响 这个是我想对全世界对台湾来讲 都是非常不利的 可是美国金铁法案 对中国大陆的限制 好像有一些弱点 或是我们看到有一些小小的瑕疵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包括这个是漏洞 没有办法阻止中国的技术提升 我们看到其实包括华为也好 或是其他的科技 看起来都还是在不断的提升 所以我们能不能够讲 美国的禁令失算 或者是说失效呢 美国的政策是不是有一些疏漏的地方 董事长 我觉得其实还好 因为美国他不敢全部封锁中国 要不然真的就会打仗起来 打比方来讲 美国现在只想限制中国高端的科技 像5奈米 像EUV 低端的话他还是会有 所以刚才提到说所谓的CPU 刚刚那个影片CPU 华为用Intel的CPU 美国不敢把CPU全部禁止到中国 这样的话那真的就会打仗了 为什么你看现在的PC还是用 所谓的X86 Intel CPU为主AMD CPU的话就AMD跟Intel 都是美国掌控的 只要美国说不能CPU到中国的话 整个中国电脑就没有了 server也没有了 当然你可以说现在有点做ARM ARM的话也是美国跟英国的科技 所以美国我觉得 它思想限制没有错 它不敢全面限制 所以它刻意的吗 刻意的 它限制高端 因为高端比较重视像国防 像AI 像一些什么飞弹这些东西 这个是对它的所谓的国家利益 中低端的话还是会放给中国做 要不然的话全部限制的话 有点就像枸杞跳起来会出事情 是 来请教佩晨老师 最近美国对中国大陆 也有加征半导体进口关税 从25%变成50% 这对我们台湾的半导体 应该也有一些影响吧 对 我想从这个政策 其实可以看得到 现在美国对于中国 是采取双主轴的一个政策 那么也就是说除了在先前的管制 比较针对的是在比较先进制程 还有在高阶晶片的部分 那最近美国的这项关税的动作 就比较针对的是成熟制程 还有在中低阶的一个晶片 那主要是由于在于今年中国 可能会开出相近有18座的一个晶圆厂 而且我们也看到在.18微米 那中国的一个产能几乎占了全球 大概20.5%的一个市占率 那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当然目前可以看到 美国就祭出了这样的一个政策 那么对于台湾来说 当然短期之内我们是会有一些短多 但是我觉得中长期是需要 要进行一些观察的 那短多的部分主要是来自于 在国际间呢 这些转单的一个效应 确实会让国内的二线的经营代工业者 持续在这个产能利用率 是渴望可以逐步的也做一个攀升 那包括的像联电 或者是在世界先进 那么像是在利基电的部分 下半年的产能利用率 都渴望会比上半年老还好 那但是在中长期的部分 还是要特别的关注 那么因为来自在中国 低价的一个竞争 可能还是会让国际的客户 会有比价的一个效应 所以在国内的二线经营代工厂 可能还是要朝比较这个利基型 或者是高附加价值的 这个部分来走 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两大强国 两大强权之间的竞争 那有人讲这个是商几八百 损敌一千 损敌一千商几 损敌一千商几八百 两边其实都有很大的损伤 我们看到其实有些专家的说法是 这个晶片割喉战有三部曲 那大家其实也耳熟能详 包括我封锁你的技术 我不给你设备 并且我拿掉你的人才 这是美国现在正在做的事 是两面刃 你不好过 我也其实也有一些损伤 必须这样讲 那另外我们看到 中国扩大科技战的打击面 因为中国它也不是塑胶做的 它要自救 甚至也要偷偷 或者是正面的对你迎击 所以你可以看到 包括中国大陆 它也说好啊 你这些厂商 包括英特尔还有超围 你不要来接我的订单 我们将于2028年 如果你继续这样配合美国政府的话 你会失去我的电信订单 来 老师 我觉得大陆的做法就是说 它自己能够生产 如果说你打压的话 那当然就是以自己的 国内的供应为主 那就是说增加自己的需求量 这个对于中国大陆的企业来讲 反而就是一个利多了 但是对于其他的国家 不管是美国 或是包括台湾的一些代工 当然就会产生了影响 不过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我觉得大陆已经很明确的知道说 这是卡布尔的事情了 所以不管是第一期第二期的 这种超长期的公债 在第三期的推动里面 很明显的它已经把它 有一大部分会放在设备这个部分 我觉得人才 设备 基金 如果都到位 政策也扶持 最终的就是需要时间的问题了 可是问题就在于对大陆来讲 它需要时间 时间变成是一个很高度的 一个战略点 可是在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 它该怎么处理 我觉得它朝几个方向来走 第一个方向就是不断的凸显 你美国违反WTO的规定 你用特别301 你本身的这样子一种 对于中国的这种打压限制 基本上是在国际的法上 或是国际体制的经济资讯 你站不出脚 这样的话会引起更多的 尤其它同盟国 内心里面的一些担忧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希望被控制在别人手中 我举一个简单例子 在过去美国在打 南斯拉夫战争的时候 他就把GPS关掉了 在欧洲的部分关掉 关掉以后就造成了 整个欧洲的整个大恐慌 欧洲的盟国突然间发现说 我们没有GPS 我们的GPS都是控制在美国人手中 他们表达多次的抗议 但是都无效 从那时候开始 欧洲就开始走加利列计划了 也就是要有自己的 卫星定位计划 这个就是分裂了 你看看现在连德国 法国 都要自己搞自己的金源厂 都要搞自己的半导体 本来是一个全球大分工 对我们台湾来讲 是最有利的一个地位 我们不管是对于欧洲市场 对于美国 对大陆 对任何一个国家 台湾是处在最好的一个位置 可是美国这样的一个做法 其实是变成 欧洲自己要发展金源 日本自己要发展 日本本来没有这种 就是我们讲的成熟制成 或是比较先进的 现在他也要 台积电也过去了 我觉得美国这样的一个做法 主要还是中国大陆 一直在凸显这个部分 引起更多的国家的焦虑 这个焦虑会有效的 会劣解他们的盟友 这样的话 会让中国大陆就有一些空间了 我们也看到 他也在策略上 也透过第三方 例如说他透过中东地区里面 来获得他所需要的 那就变成美国 要再去赌这个中东 美国去赌中东 美国跟中东国家的关系 就会产生变化 另外一个部分 他又看到 三星目前的情况并不理想 你看在过去中国大陆的总理 很少会单独的接待 这个亚洲企业的总裁 很少 可是这次破格 我觉得这个有在挑拨两岸之间 台湾跟韩国之间 也在挑拨韩国跟美国之间 的一个关系 而你说这个策略有没有效 我觉得还是会有效 因为对李在总来讲的话 他目前的半导体的发展 并不处于有利的一个地位 所以我觉得大陆在应对美国的 这些打压的过程中 他并不只是完全用 只是用针锋相对的一个方法 其实他的整个策略的布局 还是布得很深 现在要的就是时间 时间一旦到了 它突破了 我觉得整个局面就转变了 是 这个世界各国的半导体的竞赛 还在持续中 下一个引爆点会在哪里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全世界都在谈AI 我们看到赖清德总统也说 我们以后要把AI 列为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重点 问题是美国也在防止 中国大物的AI崛起 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新的法案 是打算限制 美国的AI模型出口 主要的目的是防止中国把AI给武器化 这是美国的说法 那我们来看看5G AI启动产业革命 有人说是第五次的工业革命 最新的工业革命 必须讲电动车 现在商机无限 可是您知道吗 一台电动车里头需要多少晶片 可能要到1500颗以上 有人估更多 甚至2000颗以上 所以现在大家都在抢这一块市场 中国大陆不是一个无下阿蒙 他不会坐以待币 我们刚刚都讲过了 他要去美国化 我自己做 我自己干 所以他筹措大基金 搞了很多钱来 目标是2000亿的人民币 换算成台币 大约是1.5兆元 来拼自己要做晶片 这是历来的最大投资 而另外我们看到 中国大陆希望可以科技自主 加了很多钱 所以这个国家大基金 我们刚刚看到了 第三期成军了 要加码3440亿人民币 这么多这么多的钱 可是我必须讲 华为恐怕是中国大陆 恐怕是美国眼中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眼中钉吧 还是说对他其实蛮针对的 美国要封锁 他很怕无效 其实体现在哪里 华为的技术 有没有可能突破 现在我们看到 美国有媒体报道说 华为步步推进 3奈米的制程 计划曝光 有没有可能已经要 这个成功了呢 我们来看看 媒体报道 美国政府撤销 英特尔和高通 能对华为出口半导体的 特定许可 进一步紧缩 对华为的出口限制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 他不能针对特定 出口许可的撤销做评论 但强调华为是威胁 而他工作主要的一部分 就是确保中国 无法取得美国最尖端技术 华为是一种危险 智能 我们的目标 雷蒙多指出美国特别注意军民两用的技术 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则强调 美国只针对可以用在军事用途上的最先进半导体及半导体制造设备 实施所谓的小院高墙限制 对于接连传出华为突破美国半导体出口管制的消息 苏利文认为这是中国的大规模宣传行动宣称美国出口管制徒劳无功 但他强调美国相信这些管制有效也会继续做调整 请教宝博士 是我想晶片是可以被限制 因为它是一个看得到摸得到的东西 但是AI比较特别 它其实是用运算所取得的一个所谓的先进资源 看不到也摸不到 我们认为其实AI现在是美国心中一个非常头痛的地方 因为像我们来看OpenAI做这个ChatGPT很厉害 他的执行长Sam Altman相对的非常封闭 希望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我自己一家公司里头 可是如果美国放任同一个单一的公司 变成了全球数位智能的领先者 而且是唯一的领先 其实就美国的政府而言 他也有可能会进入政府跟企业之间的对抗 所以可以看到像Meta就出了一个做法 就是后发要先制 他就做了一个开源的AI 叫做拉马的系统 从第一代第二代到第三代 现在甚至有这个后发先制的一个状况 但是当他做了开源的AI以后 美国政府现在又担心了 虽然我可以平衡了OpenAI的势力 但是开放原始码的AI 有可能会被中国大陆拿去进一步的应用 因为中国在过去的科技发展上面 0到1这一段他不是很擅长 但是一旦有人到达1了以后 他可以很快的把它做到1到10 甚至10到100 所以这一次我们已经可以看到 开源的AI 开放原始码的AI 已经在全世界各地开花结果散布出来了 在中国大陆你如果看到 非常多的公司包含雷军 包含小米 所有你所听得到的 都在谈AI 包含零一万物等等 非常非常的多 现在他们正在全力发展AI 我们唯一能够限制的只有硬体 只有GPU 但是其实AI的训练 虽然很靠电力 虽然很靠这些晶片 但是其中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关键叫做演算法 也就是所谓的数学 也就是所谓的计算 也就是所谓的阿宅工程师 最擅长的力量 但这一块其实是台湾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点 我常常跟很多的外宾都说 台湾不只有半导体 我们还有很多厉害的阿宅工程师 也就是AI的技术 台湾其实非常的强 过去我们的半导体技术领先 所以我们左右逢源 但是现在各国或者强权 可能会觉得这样有点不太安全 所以从China加一变成台湾加一 所以希望能够把它裂解出去 他们正在做这件事情 从美国威斯康辛到日本的雄本 可是现在AI软体的发展 其实我们不管是中研院 不管是台大 或者民间的这些开发者 其实能量都非常的强 我们目前还处在一个 左右逢源的状态 其实全世界都非常注意 台湾的不管是人工智慧的 软体发展的潜力 或者是所谓的资安 因为AI里面也有 咨询安全的部分 但是接下来台湾可能又要再次的 面临到半导体一样的状态了 我们左右逢源的状态 会到什么时候呢 美国会不会又来说 台湾你很会开发AI 你会不会又成为了别人的 这个静软 所以接下来很可能又开始 有人要来这个裂解 我们的这个AI软体的发展 这个时候我们的AI内阁的责任 就变得很重了 我们台湾到底接下来 在AI产业的发展 我们在硬体这块的策略是什么 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个 劣解的战略 接下来我们其实手上 还有一些条件 还有一些筹码 别人还没有太关注到 但已经快要关注到 就是所谓的软实力的部分 这块我们到底是要 持续的能够左右逢源吗 还是去中心分散式的 跟全世界交朋友 还是我们还要选择单一的盟友 这块我觉得考验 我们新政府的智慧 是 政府并没有告诉我们 他们未来会怎么做 我们现在的半导体造就了护国神山 那也是三十几年前 孙运轩或者是过去的政府 来帮我们打下的基础 而现在AI时代来临 我看到的调查报导 或者是调查报告 台湾没有在全球实名前 宝博士刚刚讲说 台湾民间蕴藏的力量非常的强 可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在全世界前实名 我觉得台湾的AI很强 是因为我们很幸运 因为我们有很会制造这个晶片 我想这是很关键 不管是AI要怎么跑 它的算力是最重要 所以你在CPU 在GPU上面 我们因为可以做得很精致 可以弄得很快 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最大的优势 但是我们的人数到底是不够 最主要还是市场不够 你AI要进步 要有很大的数据 它要去学 我们没有那些大数据做基础 我们很困难 但是美国跟大陆就不一样 尤其是中国大陆 它的那个database太大 所以它在人脸辨识上 它很容易十几亿的人 让它很快去学 所以这个变得很重要 我是觉得 现在美国对大陆很紧张 就是因为它怕他们这些 AI上来的速度太快 所以它在晶片上面 想要把它整个卡死 我个人是觉得这样 因为大陆的规模实在是够大 它有足够的钱 规模又够大 然后老实讲 它的研发能力也很多 所以你美国现在对它限制 但是我相信 刚才这个赖老师也讲 这是时间上的问题 我是觉得 SUNOLED会追上来 你顶多就是把它耽误一点时间 如果它追上来 而且它用的如果是 另外一套标准的话 那个对美国来讲 冲击是非常大 所以像现在辉达的黄文辉 他们还是希望有一部分 到中国大陆去 就是它那一部分 如果我可以先进去的话 我把它的市场先占据 那高阶的这边我们在控制 你两边都有 如果说你完全把它限制的话 到时候大陆那些中阶的市场 大陆那边起来 然后这整个再起来的话 对美国造成的伤害反而会更大 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 其实也应该设法在两边的市场上 都应该要占据到这个位置 这样才对 我们刚刚讲到钱 中国大陆当然很多钱 然后它有一个大基金的计划 我们刚刚提到了 核台币是1.5兆 这么多的钱 这对我们台湾的机体电路 或者是半导体 有没有 会不会造成什么样的威胁 我想在这一次中国 当然从它第一期 1387亿的人民币 到了第二期已经到了2041亿的人民币 这次第三期更是喊出了3440亿的人民币 规模是持续的加大 这次我想它的主轴 会是比较放在AI相关 当然制造的部分 还是必须要做一些突破 还有刚刚赖老师所说的 这次也会比较针对是在设备的部分 不过我想因为台湾目前 我们在半导体的整体的一个竞争优势 特别是在先进制程的部分 那么还是具有相当的一个优势 特别是说目前美国还是对于 中国在先进制程还有高阶晶片 还是有进行政策卡关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想在中国目前的 第三期的大基金 它的一个效力 多少还是会受到 美中科技占它的一个递减 所以现阶段我们认为 对于台湾整个半导体业的一个影响 现阶段看起来 还是相对会比较有限一点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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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安全